第36題,36題317題是體組,釘釘量取濃度體積相同的雙氧水進行甲乙餅,共3次氧氣自備的實驗,然後比較3次實驗的反應速率,條件如下表,請回答36317題,第36題是問,3次實驗中氧氣產生速率的快慢關係為何? 那麼這邊我們有改變溫度跟改變是否加入二氧化膜,二氧化膜是催化劑,那麼會使反應變快,我們看到我們的甲跟丙都沒有加入催化劑,而甲是30度,丙是40度,溫度越高反應速率會越快,所以丙的反應速率會大於甲,而我們乙跟丙比較,它都是40度C,但是乙有加入催化劑,所以反應會變快,所以乙的反應的速度會大於丙, 所以第36題問我們說,氧氣產生速率的快慢關係為何?我們答案選的是B,乙,大於丙,大於甲